為什麼是李大維來接 其實之前有聽說 可能會是左榮太 還有人說 舉一萬個雙手雙腳會贊成 那最後怎麼會是李大維 我知道 舉一萬個雙手雙腳會贊成 其實也是我們的同業前輩 我覺得李大維 這個是不失事為一個好奇 因為以現在來講 在政治上面 特別是小英已經是第二任的總統 在政黨內部 事實上不應該有太多的內鬥 這也不是國人想要看到的 所以以李大維他夠資深 然後對於各黨各派 國內的各黨各派 也都能夠接受 然後更重要的是 因為現在國際情勢上面 對台灣來講 其實是台灣現在最要去處理的 特別是在美中貿易戰之後 那台灣未來在國際地位上 不管說是在軍事上面 或者是在國際貿易上面 那這些李大維正好 他過去也擔任過外交部長 也擔任過海基會的董事長 這些都是他能夠來輔佐 蔡英文總統是最好的一個旗 那另外當然 雖然他長期跟蔡英文總統互相合作 彼此之間也應該有非常深厚的默契 那至於在總統府的部分 剛才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也討論到說 那這樣子總統府的秘書長 不是對民進黨內部都不熟悉嗎 我覺得這個其實外界 你可以看到總統府另外兩位秘書長 一位是劉建欣 一位是李俊毅 那他們兩位對於 有的是黨務系統出身 有的是立法院的黨團系統出身 所以他們對於民進黨 可是熟到不能再熟了 如果說能夠以李大維搭配 這個兩位的副秘書長 不管說是現在台灣最需要的國際事務上 因為我們知道在上個禮拜 李登輝前總統不幸過世之後 我相信台灣在國際上面 還有非常非常多的路要走 這是李大維可以輔助 所以是不同的功能組合 但是美美姐 我們剛剛回頭來看 就是蘇嘉全 他請辭總統府的秘書長 其實有人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是他辭職的事情跟他有什麼關係 但是他最後選擇說 既然我家族有爭議 他是選擇自己請辭的 我覺得這是一種負責任 同時也是一個很明快 非常好的一個決斷 先說 他覺得很冤枉 說蘇正清五十幾歲了 他管得了嗎 是沒有錯 那更深問題就是說 畢竟蘇嘉全蘇前秘書長 他一路以來深受小英總統的信任跟提拔 那家族的爭議也不是只有這一樁 之前不是才印尼的事情 當然蘇嘉全秘書長有出來告人的 那可是蘇正清也被牽扯進去 那之前的比如說子子在唐龍 對不對 然後位居高局 那這一連串的事情 那蘇正清事情就更多了 所以坦白說你再這樣待下去 第一真的是會牽累總統 因為人家會說 那總統那麼信任你 那是不是 說實在話 嚴苛一點的在一黨就可以攻擊說 那小英總統你是不是世人不明 但你這不是 你這不是牽累總統嗎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他講了一個很重要的點 當然他說抹黑攻擊 他沒有辦法接受 他說清白是他的第二順 然後他說 他要讓檢調單位有更宽廣的辦案空間 這個桂亞你想想看 如果他不辭的話 我請問 如果深壓庭通過了 真的就是積壓的這些立委 雖然判決沒有出來 可是大概這些人都被判死刑了 政治死刑 那蘇嘉全秘書長到時候會不會壓力更大 那時候再被逼退會不會更難看 那如果說好 積壓庭裁定結果不積壓 那人家會說 因為蘇正清 你的叔叔叫做蘇嘉全 不就是這樣嗎 因為總統府的秘書長嘛 對不對 所以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選擇 而且是非常明快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好 一方面是 對 真的非常明快 一方面展現出負責坦蕩的態度 然後也這個 好像說也回報蔡總統的自癒之恩 更何況從政治的兔徒來講 說實在話 我覺得這個都還會有一些餘溫 為什麼 因為你是很明快的處理 雖然根本跟你沒有相關 可是你是為家族來承擔 那所以說在這個時間點上 你明快的處理 那總統到最後也准辭了 可是再怎麼樣 他是全身而退的 總比到時候各種情境之下被逼退 要來得好多了 也許過了一段時間 淳淺一段時間以後 或許他日有再受這種機會 因為畢竟這個案子不是因為他 他只不過是為家族承擔而已 所以無論如何 我覺得蘇嘉全秘書長75天而已 可是這麼快 明快的 常常說政治人物 下台的時候要看身影 對不對 至少我覺得他這一刻的身影 是非常優雅非常坦蕩